如果不想费很多完全炸熟 注意不要把地瓜 现在呢我要今天做一个冰糖的地瓜 这个地瓜呢就是首先要就是去皮 然后这个里面放上一些醋 防止这个地瓜呢就是氧化 这个块呢就是你可以把它就是切成这样的小块 也可以用刀这样把它撇下来 全部削好后 在这个醋里面是有醋的 然后这样的就是拌一拌 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在锅里放油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被空气氧化 然后面颜色不好看 这样的话它就就是不会氧化 一直都会是这么漂亮的颜色 将锅呢烧热里面放入油 如果不想费很多的油呢 可以分两次炸用小锅 油温呢就是手在上面呢 感觉有点热的时候就可以放地瓜 完全炸熟以后呢 捞出来放到它干净的盘子里 看一看要是如果有这个块比较大的 就可以放在里面再多炸一会儿 但是要把这样小的就是有一点上了颜色的先捞出来 然后将锅里面的油倒出来 放入半杯冰糖 再加入半杯水 小火先将糖化开 看着这个糖呢 它就是在翻滚的时候呢 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泡 糖全部化开以后呢 要注意它的火候 不要就是太大了 这样它会很容易就糊 现在呢这个泡泡呢还很大 就是说这个糖呢还没有熬好 但一定要注意这样的搅拌 不停的搅拌 看现在这个泡呢 就是现在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它这个泡呢也变得比较小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糖呢 就是颜色在变 就变得有一点像胡适胶的这样的 然后里面你在转动的时候 还能听到就是有颗粒 但这个不要紧的 有一点颗粒在里面 就是也没有关系的 因为是冰糖嘛 它就是化开和溶解 都需要水和温度还有时间 看看现在就是这个泡泡呢 这个沫再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个地瓜倒进去 然后就是这样呢 在这种中火的情况下呢 就是不停的这样的翻炒 注意不要把地瓜就是翻得太碎 就是只要它们就是都蘸匀了就可以了 这个呢日语呢叫 Dai-ga-go-i-mo 实际上呢就是 有点类似那种巴斯 也算是挂浆地瓜的另一种方式 这个盘子上面是有油的 所以说等一下倒入地瓜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粘得很紧 好现在就是这样呢 就是都它已经全部就是都挂匀了 就把它们关火就可以了 这样倒入盘中 这种挂浆地瓜就出来了 看看这盘葱糖 一般颜值还是很高高 刚才尝了一个蛮好吃的 就是有点胖 需要凉一凉 完全冷却以后也很好吃 就容易达到